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 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抛出如此重话 对香港警告的意味浓厚 暗示香港不会有好结果 但习近平严厉的讲话 似乎并没有浇灭香港人抗争的热气 他们正在忙活着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那就是推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4月14日晚上7点 香港民间发起的《香港人权法造势大会》 在中环渣打花园举行 这是反蒙面法实施以来首个大型集会 集会现场的人士不但高喊口号 合唱愿荣光归香港等 集会的气氛热烈 并有人挥动美国国企 香港人要让世界知道 在中共极权的压力之下 他们不会放弃自由 不会惧怕强权 希望世界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香港人的勇敢抗争精神 感染了美国的议员们 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 无意义通过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保护香港法案和与香港站在一起三项香港议案 为持续五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 注入了新的动力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 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称赞香港人说 他们在世卫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决心 勇气和坚韧 像太阳一样在黑暗中闪耀 史密斯议员特别提到 习近平日前有关 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方搞分裂 都会粉身碎骨的言论 他认为中国官方对待异议人士手段残暴 大规模监禁新疆穆斯林这样的反人类罪行 却很少被追责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众议院发言时说 自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镇压发生以来 美国两党议员曾多次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谴责 但每一次都因牵扯到商业利益而没有成功 美国不应为了商业利益牺牲价值观出卖灵魂 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就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话 我们将失去批评其他地方所发生人权侵犯事件的道德权威 一面是一个非常具有压制性的政权 这个政权镇压香港民主自由 企图摧毁西藏文化语言宗教 讲一百多万也可能是三百多万维吾尔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语言 压制他们的宗教自由 另一方面是年轻人他们为自由发声 为香港民主自由呐喊 他们多么令人感叹 过去四个月来 香港的年轻人向世界表明 对民主自由向往永远不会被非正义和恐吓熄灭 而他们勇敢与一个拒绝遵守 一国两制承诺的政府的落落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多年来香港民众不但面临 对他们自由的非正义和严厉限制 而那些站出来捍卫权力的人 则遭到残酷镇压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众议员史密斯 联席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参议员卡顿 共同提出的目的是审查香港自治权 以维护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港安全及自身的利益 自2014年以来 该法案已历经四次修订 2019年9月25日 美国国会参众两月外交委员会 分别通过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该法案被认为是现行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 它包含三项主要的内容 一是对香港自治情况进行年度审查 以确定香港是否继续享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 二是对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人员实施拒绝入境 冻结在美资产等形式的制裁 三是对申请美国签证 因参加民主抗议而有案底的港人予以通融 相比6月份提出的最初法案 众议院通过的版本在香港自治报告方面规定的更为细致 制裁的对象范围更广 得参与抗议的港人的签证申请更为宽容 在当前民主和共和两党政治分歧严重的情况下 国会能够在香港议题上快速立法 可见国会两党在香港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指出 他们愿意这么做并且两党都支持 这是美国政府至少是国会在香港问题上发出的强烈讯息 这也显示出中国在国会现在是多么不受欢迎 几乎没有人为中国说话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曾在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的一天前 发推文说 对中国政府镇压香港人和平维权努力的任何企图 美国必将做出重大回应 中国政府正在亡火 但愿他们不会走得太远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发表评论文章说 美国利用法案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表达强烈的奉恨和坚决反对 综上所述 中南海当权者粉身碎骨的严厉威胁 并没有吓唬住香港市民 也没有让美国议员感到恐惧 相反 威胁恐吓激励和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香港进会大学传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全 对中南海当局的严厉恐吓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中国面临中美贸易战 改变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上的发展没有以前那么平顺了 同时国内经济也遭遇下行压力 今年头半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失业情况也面临较大的压力 另外香港方面也出了从来没有想到的乱子 而台湾方面原可以把国民党扶上台的机会越来越低 所以当权者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中共即将召开四中全会 当权者在全方位执政遭到比较大的挫败情况下 需要外交层面来做出强硬的表态 当然表面上是剑指香港台湾 但背后是想对当权者的声望能够起到立威作用 李炳权先生不认为北京当局会对香港出兵 他认为对于出兵中共还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第一会搞垮香港经济 第二会使当权者非常没有面子 他是所谓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 如果一国两制在他的论上宣布结束 将会被记录历史 他肯定非常不想在历史上留下这个污名 连香港台湾的问题都处理不了 他又如何能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呢 对于中共是否会对香港示威者进行军事镇压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北京当局并非不敢 只是不能因为后果过于严重 当权者的考量不是香港经济和当权者的面子 而是国际压力 特别是国际压力所激起的党内反对势力 因为香港早已收回 并且有军队助手 不承载主权问题 香港是特区本来就与大陆隔离 军事镇压会带来国际谴责和经济制裁 使本以下行的经济雪上加霜 最终激起党内反对派和国内民众的反对 当权者可以让国内异议人士粉身碎骨 但他不可能让香港示威者粉身碎骨 从事实来看 中共与香港青年在政治上的博弈几乎步步走错 进退失去 狼狈不堪 当权者可能是气糊涂了 把话说反了 香港示威者不会粉身碎骨 但中共统治下了中国 的确面临巨大的危机 那就是四分五裂 何以见得 且听我细细道来 目前中共在台湾香港 以民心尽失 统一大业 以建成百而木 试想一个独裁专制国家 如何能与宪政民主的台湾融合 一个没有司法独立 无法无天的国家 如何能与自由法治的香港融为一体 文明与野蛮 如何相得益彰 另外 北京当局四九大后 全面激化了民主矛盾 中共已将百万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 关押在在教育集中营 数百名维吾尔知识分子 被抓捕和判处重刑 在西藏 中共撤毁了 涉达五名佛学院 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名藏人 为抗争中共的暴政而自焚 中共正在实施 纳粹化种族迫害和文化灭绝政策 将恐怖主义 分离主义和极丹主义 三国势力的标签 贴在维吾尔人身上 但同样对达瀾喇叭提出的 不谋求国家主权的中间道路 主张称之为分裂国家 一旦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 苦共久矣的维吾尔人 藏人必将提出独立的主张 我们既然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成权 有如何能反对他们独立的主张呢 但制造中国分裂的罪魁破手 恰恰是中共自己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 任何独立的诉求都会被无情打击 红色恐怖可以维持中国的统一 但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高压锅 不但积聚着风险 爆炸这是时间问题 这是中共七十年统治的罪恶死人 并且中共执政期越长 中国分裂的可能性越大 甚至成为避难 香港市民的勇敢抗争 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也鼓舞着台湾 和正在遭受中共如意的维吾尔人和藏人 应该说香港市民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 因为正义站在香港市民这一边 国际社会对香港抗争的支持 使当权者成为统一之父的愿望 成了水中月 尽中花 屠杀是能使中共政权加速崩溃 香港撕毁者不会粉身碎骨 但中共极权统治 却让中国走向了四分五零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